给你一条黄花鱼 又不知道怎么做的 请认真看 我来教你一个创新的吃法 首先从背部改刀 把里面的内脏拿出来 厚的地方剁一下 也比较容易熟 叫做菜不讲细节 就是耍流氓 你说呢 准备葱姜柠檬 料酒 两勺盐 下去浸泡 腌制15分钟 为什么你煎鱼总是粘锅呢 不是锅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锅要热 油要滋润整个锅的内侧 刚开始煎 不要急着方便 用中火煎至底部凝固硬化 翻过来之后 继续用中火开煎 叫做菜我很专业 记得点我头像 旁边加好收藏 毕竟更新了600多道菜 以后方便你查找 一波吹牛的功夫 鱼都煎好了 最后来点柠檬点缀 黄花鱼肉质细腻 很容易煎散 你一定要注意哦 然后 感谢观看